夏莲菊老巨师告诉我们 中国人将净土中的出处 庐山会员大使 最初建立念佛堂 集中共修 在庐山建东宁念佛堂 东京的时代 莲友一般 二十二一八二十三个人 过过成就啊 那个时候一句的经典 只有无量寿静 弥陀经跟观无量寿经 还没有翻译出来 在我想象当中 应该翻本已经到中国了 没有翻译出来 所以员工 建立念佛堂 就以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成为 尽宗第一经 员工成为尽宗的出处 这是在中国 如果就苏婆世界呢 释迦牟尼佛成佛 不是在我们世间成佛 我们世间是应神 他实现在苏婆世界成佛 最初 率邻大众念佛 求神进度 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 普贤菩萨 射大愿望 道归极乐 这是苏婆世界的出处 但是还有个出处 那个出处是 变法界虚空界 第一个提倡念佛 求神进度的 大师智菩萨 各位看令人 大师智菩萨原童章 就知道了 那是法界的出处 所以 有苏婆世界的出处 有中国的出处 我跟黄念老认识 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 念老就告诉我 你要到美国去做出处吧 确实 在美国弘扬净土 是非常不容易 美国有佛教 禅的风很深 密也很深 净土没人讲 确实 我们把净土 带到美国去了 有什么地方 我可以看到 就像眼督的动物 二本 一本